现在很多家庭都有自己的汽车 出行代步非常的方便 那也有一些人在买车的时候 会选择一些品牌汽车 这波沙阳市的孟女士和家人 就购买了奔驰汽车 但是在使用中遇到问题了 孟女士说 她遇到的这个问题 可真是给她吓坏了 咱们这车是怎么 什么个情况 这车就是高速熄火 高速熄火 两次高速熄火了 2020年8月1日 孟女士在沈阳黄谷区 崇山东路的立星行 沈阳汽车有限公司 购买了一台全新奔驰GLA200 总共花费30万3800元 起初车子开得还真是不错 新车到手 孟女士也是爱惜有加呀 一直开得很小心 全家人也很开心 但是好心情在2021年12月30日这天 一下子没了 当天孟女士开着刚买一年的奔驰车 带着全家人出游 没想到的是 当这车行驶在吉林魂屋高速上时 突然熄火了 当时这车上的卖速表显示 直接从120迈的速度降到零 就这么停下来了 高速上啊 120迈开开开 突然失速 然后就这样了 自己熄火了 高速上车子突然失灵熄火 当时全家老小都在车上 孟女士更是直接就吓哭了 好在周围车辆不多 孟女士的车子也安全地滑行到了应急车道上 孟女士说 为了安全起见 自己没敢再动车 全家人也在高速路边站了半个多小时 而且多次打火车辆也无法启动 就是开着开着 从120掉到零 就是120就慢慢慢慢慢慢就掉到零 就掉到零 就是很快就掉到零了 车子的突然熄火 这可把孟女士吓得不轻 在高速行驶的高速公路上 突然熄火有多危险 相信大家都知道 孟女士说 多亏当时高速上车不多 否则造成追尾 后果不敢想象 随后孟女士 也是在多次打火之后 最终车辆重新启动 在吉林办完事后的孟女士 也将车辆开回丽兴行 沈阳汽车有限公司 到店检查后发现 原因居然是玻璃水管动爆 才导致车子突然熄火 完了第一次来这块修 然后那个给告诉玻璃水管动爆了 然后那个给修好了 然后就说那个没事了 在孟女士这次的维修记录上 可以看到 原因是因为玻璃水管动爆 才导致的车辆熄火 原因找到了 车子很快便修好了 孟女士也就没有多想 随后将车子开走了 但让孟女士没有想到的是 车子修好才十来天的功夫 这辆奔驰GLA就在京哈高速公路 仓途段上再一次熄火 都吓死了 那天半夜第二次 第一天是白天 第二次是那个晚上半夜11点多 现在不敢开了 现在再开 还怕有生命危险 孟女士告诉记者 正在高速行驶过程中 脚踩油门突然失去反应 车速慢慢下降 而周边的车子 却是一辆辆飞驰而过 车里的孟女士和她的家人 是真的再次被吓坏了 她也是真的不敢相信 这么贵的车 才买了一年多的新车 竟然会接连出现 如此严重的安全问题 而且这种安全问题 还是随时可能危及司机 和乘客生命安全的问题 当时咱怎么处理 当时我给那个顾问打电话了 打电话微信 然后他没回 因为太晚了 没回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是在仓途是在哪 就中间就是离沈阳 或者长春的4S店都很远 而且停在应急车道太危险了 又怕有大车撞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那个停那块 停等一会儿 然后再次打火打着了 打着了然后我们就双闪 开到长春 坚持到开到长春的 孟女士到现在 还是不敢回忆事发时的情景 并表示当时实在是太危险了 孟女士说当时是在半夜 车速也是达到110公里的时速 车子突然的熄火 如果后车发现不及时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孟女士告诉记者 当时坐在副驾驶的她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手也是紧紧的抓住安全带 车子熄火后 孟女士也是不敢再开这台车了 直接打电话请求救援车辆 将奔驰车拖回沈阳 回到家后 孟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一辆刚刚维修过没多久的车 怎么可能又一次突然熄火呢 再想想上一次的事情 她越发觉得 车辆可能是存在质量问题 于是孟女士也是直接找到 当初买车的立心行 讨要说法 找过 找过就是 没告诉你太不专业了 第一次熄告诉玻璃手管 那个坏了 把那样开走 然后这次 这次就告诉电火器坏了 就是很不专业 就那样就给打发了 现在就是又给修好了 让取车就完事了 孟女士告诉记者 按理说 出现如此质量问题 4S店应该会积极配合车主 处理问题呀 可截至目前为止 这家店的态度 让孟女士太心寒了 孟女士称 这两次事件发生的非常突然 一点预兆都没有 好在两次都没有出危险 那么仅仅是1000公里的测试 谁能保证类似的问题 不会再发生呢 下一次 又是否还能这么幸运 孟女士和家人 都不敢去做再一次尝试了 在与立星行 进行交涉的过程中 孟女士和家人 对4S店检测出来的 汽车故障原因 表示怀疑 并要求立星行 做出承诺 一是换车 二是书面承诺 保证车辆 不再出现自动熄火问题 但立星行都予以否决 诉求就退换车 然后就是你要么你就保证我 不再熄火 然后他家不给保证 要么就保证不再熄火 要么就是你给我退换车 就完事 没有别的诉求 对 现在孟女士和立星行 双方纠纷 由此也陷入到了僵局 就这样啊 那辆奔驰车 在立星行的停车场里 已经停了十多天了 孟女士说呢 因为有了头两次的历险经历 如果得不到安全的保证 这样的车谁还敢开呢 就这样啊 准备下来就得到